太陽花學運第18天了 立院場外又有突發狀況 今天一大早起臉多有一名男子 他竟然是手持著鐮刀 灰砍立院抗議現場的帳篷 抗議民眾立刻是一擁而上 把男子給壓制在地 不過警方表示 這名男子呢他說 他沒有政治訴求 他只想要拿刀去除草跟掃墓而已 那麼警方詢問之後 將他以恐嚇公眾罪移送法辦 穿著灰色衣服 圍胖男子整個被壓制在地上 旁邊還掉了一頂假髮 因為這名男子竟然拿著鐮刀 衝進立法院外的帳篷 讓在場抗議的民眾嚇了一跳 我和另外一個人過去就開始 搶他的刀子去奪他的刀 奪鐮刀 結果鐮刀奪下來的時候 我就把他壓制住在安全島上 幸好這名蘇先生動作靈敏 又剛好學了奪刀術 才制止他突如其來的舉動 趕緊報警抓人 他原本被我壓制住 他就我說 他原本就把觀察員埋好了 警方表示這名湖姓男子公稱 沒有任何的政治訴求 只是突然想到要到公家機關除草 原本他原本是認為說 這個公家機關這個草稍微長 所以他還帶了鐮刀 原本想要除草 然後就是突然之間可能 一時之間想不開 然後才做一個攻擊帳篷的一個動作 太陽花學運第18天一早就不平靜 警方要再釐清男子的真正動機 有電 TV 靈品中 五星輪台北報導